那么你当初怎么会被选进宫 他那没人呢 他那正是尽早年轻的 没人去 亲眼目睹了清朝皇室在自己眼前崩塌 作为晚清时期的最后一位太监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悲哀的 因为直到出宫 成为孤家寡人 都没有见过清朝皇室的巅峰 可他的一辈子 却成为了不可抹去的伤痛 孙耀廷 作为清朝最后一位入宫的太监 实在是悲哀至极 年幼的他 家中急一缩时 仍旧无法养育六个孩子 活着 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 为了活命 家家户户寻找路子 孙耀廷自幼便十分懂事 聪慧 每年许多同村伙伴 为了有口饭吃 选择进入宫内 人人都说宫里的生活富足 足以让他衣食无忧 少年时 他听到了小德章的辉煌历史 作为慈禧老佛爷身边的红人 可谓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恰逢此时 他们同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监 因为年老 被允许回归故里 在人人吃不上饭的时候 他的日子却非常潇洒 每天剩下的饭菜抛洒出来 都成为了他们争抢的香波 这坚定了他进宫的决心 这一天很快来到 到了年纪的他 竟然自己将自己阉割了 就是为了进入皇宫 果然 一切遂他所愿 他成功地进入了皇宫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风衣足食的他 在进入后才发现 硕大的皇城 想要一步步走出去 实在是太难了 作为刚刚进入宫里的小厮 别说伺候人了 就连贵妃皇上的面都见不到 只能做一些下贱的活计 没有任何的薪资 就是不停地干活 每天下来 腰酸背痛 吃得也是粗茶淡饭 根本没有任何油水可言 可自己选择的路 怎样也要走下去 由于自己机敏聪慧 如愿进入了皇城 他的主子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婉容皇后 他的容貌可谓天下难寻 贵为大清皇后的他 身边围绕着大量的仆人 他也有幸成为了这其中一人 在他的世界中 认为这是一步登天 因为自己离皇上 仅有一步之遥了 只有皇上身边的人 才是真正的群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最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你当初怎么会被嫌进宫 他那没人呢 他那正是尽早年轻的 没人去 晚清的最后一位太监 在自己即将上升的最后一个节点 却迎来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清朝灭亡了 1924年在皇城内伺候宛容的孙耀廷 得到了一个消息 他们要离开自己的主子了 当时已经进入民国 但是为了保留清世大头 只让他们在紫禁城内生活 可不料 民国军阀冯玉祥突然发难 率众多官兵 将紫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下发了最后的通别文书 要求溥仪以及清朝遗留 全部离开皇宫 如果不照做 那么将彻底炸毁紫禁城 溥仪此事岌岌可危 连财宝都来不及拿 更别说他们这些吓人了 但是孙耀廷是皇后身边的人 当时他还是登上了溥仪的逃亡列车 在经历了八年的颠沛流离后 溥仪被日本人挟持到了东北 表示会为他重新建立大清朝 孙耀廷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 他被日本人选中 还可以继续留在溥仪身边 不幸的是 自己心中想照顾一生的主子溥仪 和自己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 说是皇帝 可让他往东 他就不敢往西 人的心性是有变化的 尤其面对这样的生活 会为皇帝的他常常大发脾气 吓人非常辛苦 一边要伺候主子的日常起居 一边还要劳碌 很快 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 病痛缠身 经过检查 发现他得了肝硬化 这样的身体 即便自己还想待在主子身边 可日本人和溥仪也是不会允许的 他又不得不回到了北京 他自此以后便离开了皇宫 来到了外面 他才发现 原来人人敬仰的皇帝 此刻在人们的心中早已不复存在 变化大到让他难以置信 在皇室成员身边 耳濡目染 他总是相信 他们还能治理国家 可他发现 自从清朝脱离权力中心后 人们的生活反而更轻松 不压抑了 在北京流浪的他 找到了一所安家立命之所 但是他一直没有承认过自己的身份 一直到后来 孙耀廷的身份得到曝光 人们才知道 他竟然是清朝皇室的最后一位太监 而他晚年还出版了一本书 上面清楚详细地记录了皇室的一切 怎样伺候主子起居 公主皇帝嫔妃 他们日常究竟在做什么 为许多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 贡献非常大 他离开皇室之后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你当初怎么会被嫌进宫 他那没人呢 他那正是尽早年轻的 没人去 清朝最后一位太监 悲惨的王朝 加上悲惨的命运 让他一辈子的向往 在几年后彻底破灭 可是他在被皇宫驱离以后 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在进入宛容身边之前 他在皇宫内负责的是唱戏 虽然有这样的本事 然而在当时混乱的民国时期 根本难以糊口 离开宛容以后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老家 然而这些年来的经历 加上病痛折磨的身体 足足辈辈重地的手艺 到他这就像是失传了一样 在亲戚的资助下 他苟且地活着 然而 那个时候 谁家的年景都不好 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好在 当年有些机灵的太监 在出宫的时候 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 回到民间以后 将其变卖 有了部分钱财 他们几个买下了一处院子 将其对外出租 但是来这里租住的 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被清朝抛弃的太监 宫女来到外面 还可以找人嫁掉 太监却成为了一个 时代结束的产物 在这里房租虽然低廉 可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里虽然为大家遮风挡雨 然而由于入不敷出 房屋年久失修 最终彻底毁坏 他只能在外面打零工 捡废品 流窜在大街小巷 失去自己的居所后 孙耀廷一边流浪 一边躲避着战乱 一直到警方 他的好日子才真正来临 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家给他安排了 稳定的工作 每个月都有工资 最高的时候 他的工资高达35元 他不止一次的 潇然泪下 对后来的美好生活 在很多年后 他住进了寺庙当中 在这里 他写出了自己的一生 用自己的经历 来还原那一个 覆灭了几十年的王朝 他作为一个 时代覆灭的产物 是悲哀的 但正是由于他的经历 使得不少研究 清朝的文学家 找他请教 而他的书籍 更是被改变成了电影 还原了那个 冷血残酷的时代 最终 他在90年代末去世 近一个世纪以来 他见证了太多 然而 他说自己最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还能得到善终 在他身体不方便以后 上级特意派专人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根本没有将其 当作清王室遗留的毒素 让他第一次感觉 自己真正的像一个人